自东部元盟迎来新的曙光已近十年,其原因是6英尺8英尺,体重至少258的天选之子,勒布朗詹姆斯。 每当克利夫来的天空开始显得暗淡时,我们就会说服自己,光将吞没另一个东部城市,芝加哥,燕蒂安娜,多伦多和波士顿都发现了玫瑰粉红色天空的卷须,但是太阳总是无法到达那些天空。 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勒布朗詹姆斯,已经连续第八次进入NBA总决赛,而且骑士队和勇士队已经连续第四次面对6月。 总体而言,勒布朗过去12个赛季,中有9个在东部排名第一,他选择了自己的位置。 是的,即使在季后赛中,你也会看到他无法在这里和那里完成防守融化,但只要他在东部,他就会愚蠢地投注他。 勒布朗的作品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每当他每个赛季超过100万美元的身体出现不完美时,就会培养出一整天的热门成就。 你不能否认在33岁的时候,他的季后赛分钟比篮球史上任何其他球员多500个,这个季后赛可以说是他最好的。 他场均得到34分,9.2个篮板,8.8次助攻,1.4次抢断和1.1次盖冒,投篮命中率为54.2%。 他在这些季后赛中的格局,仅次于他在2009年,发布的荒谬子37.4,他可能无法再接受简单的运动能力了,但他是一名学者,并且没有任何问题,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直在等待他表现出真,正的倒退。 但他仍然在寻找一种方法,来满足甚至超越他自己的不真实期望,他拥有东部联盟超过三分之一,令NBA拥有着,拥有他们的特许经营权。 凯尔特人队让勒布朗陷入困境,但尽管在主场以第七场比赛,取得了3比2领先其实对凯尔特人之前一直保持不败,但他无法完成比赛。 如果勒布朗能够在一支在赛季中期,被发生的球队延续他的总决赛连胜,那么谁能阻止他将自己的统治地位延伸到下一个十年呢? 凯尔特人队在第一轮需要机场比赛祭败雄鹿队后,季后再成为了凯尔特人队的童话故事,布拉德士蒂文斯解锁了超级版本的杰森塔图姆,杰伦布朗和特里罗奇尔,同时光看了5000万美元的薪水。 本来想象凯尔特人不会成为东部最受欢迎的球队,凯尔特林和格顿黑沃德,健康,而在另一个夏天对球队名单进行微调。 然而,在我们将他们锁定在65岁以上的胜利之前,让我们考虑将欧文和海沃德重新融入阵容的任务,这场阵容通过均衡的进攻攻势而蓬勃发展。 打图姆已准备好迎接黄金时段,但我们将在季后萨中看到一个上限,他们将成为冠军争夺者。 但与前几天完全不同,76人对尽管有可能并且出乎意料的内部崩溃,但随着会议的推进, 费唇看起来像是波士顿EA的一笔,布雷特布朗获得延期奖励,保留了自从事情,被拆除以来球队唯一的稳定面孔。 Ben Simmons, Joel Embiid, Daryl Sunrick,和Marco Fultz,平手了四人四人。 即使Fultz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布莱恩·科朗格洛将在下赛季以4240万美元和19-20美元的4840万美元的比赛结果出局。 如果他们能够在自由球员中与他会面,进入NBA的下一个超级球队,那么他们可以证明是乐乌兰问题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其余的部分老鹰队,魔术队,公牛队,蓝王队和尼克斯队距离两年之后,还有两年的距离,活萨队,热火队,奇财队和黄蜂队可能会在下课赛季向前迈出一步,或者发现自己的争夺比两个两个人群更近一步,因为他们尚未触底。 这让猛龙队,步行者队和熊鹿队,成为唯一的王位威胁,多伦多选择解雇的王尼克斯,而不是制图移动Kyle Lowry,Temarty Rosen或Serge Barker。 这里的问题,比人才更深入,他们远离第一支每年被勒布朗阻担的球队,但他们是最新的。 让我们假设勒布朗仍然和克利夫蓝队在一起,名单也是如此,在七场系列赛中,没有多少人会选择猛龙队,不行者队将克利夫蓝队推到了七位,维克多奥拉,迪波是一名超级巨星,但至少其中一些系列赛,可以归结为骑士队仍然相互熟悉。 如果麦尔斯特纳和多玛斯萨伯尼斯发展,并且他们增加了一名精英控球后卫,印第安娜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推动骑士队。 尼尔沃基,有许多问题。 Jabari Parker,在那里有未来吗? Mike Baden-Hoser,将如何部署Jeneff and Tocampo,Terry Rosier,永远会零Eric Bladesault。 妈,尽管如此,熊鹿队还是会有联盟中第二好的球员,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熊鹿能够发掘出他的全部潜力,那么他可能是唯一能够很快站在乐波朗和总决赛之间的独一无二的天才球员。 詹姆斯的西游之路已经落下帷幕,东部的蜀花又会是谁?下一个十年又将是谁带领东部,又或者是群雄逐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同时祝老詹年年勇猛,感谢各位看官阅读,欢迎评论哟。 ,欢迎讨论哟。 评访市长